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百一十五集 换了一身干净龙袍的皇帝陛下 沉默地沿着皇城的石阶向上走去 一路经过的进军士兵纷纷半屈膝行了军礼 无一人敢直视那抹明皇之色 姚太监紧紧地跟在皇帝的身边 忽然听到皇帝沉声说道 为何还没有动 这 姚太监心里咯噔一声 不知该怎么硬化 他当然知道皇帝陛下此时已经恨死了小范大人 但他更清楚 陛下这些年对小范大人也是宠爱到了谷土里 尤其是太子二殿下死后 陛下对小范大人的爱惜是整个宫里的人都知道的 现前若要他下令万箭齐发 若小范大人就这般死在乱箭之中 他不知道该怎么向陛下交代 尤其是陛下此时亲登皇城 更是让姚公公感到了惶恐 如果只是为了围杀宫外那些刺客 陛下的布置已经完全足够了 何必亲自来看呢 只怕心中还是不舍吧 朕要亲眼看着那个逆子死在朕的眼前 皇帝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了姚太监的心里 在想些什么 冷漠地开口说道 放箭 天子一言 四马难追 一声放箭 于是 当皇帝陛下还行走在登上皇城的宽阔石阶上时 广场四周那些军事手中的箭 便放了出去密密麻麻呼啸破风而至的万千箭羽 像是蝗虫一样 遮天蔽日而来 直射广场正中 约数十方丈圆的血地 若范贤此时尚是完好之躯 或许他可以凭借刚刚领悟不久的心法 平直一略数十丈 躲过这片密集 试魂的箭羽 然而他已经昏死过去 世间再也没有人能够躲过这一道箭羽 便在庆军发箭之前的那刹那 郎桃一声抱贺 眼中立芒大作 一把抓过海棠怀里范贤的身体 单手捉住了两柄弯刀之间的铁链 将两柄弯刀捂成了一片密不透风的刀光 勇猛无仇地向着最近的那些苦修士冲了过去 庆帝缓慢的脚步踏上了皇城 一身龙袍明簧逼人 双手负于身后一场稳定 没有一丝颤抖 他的眼眸微微深陷 一场冷漠 没有一丝动容 他看着皇城前那片雪地上的血红之色 散落余地的羽见 也没有丝毫动容 目光微微偏移 然后看见了被众人护在身后 不知死活的犯贤 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 一片密集的剑雨 剑炉四名强者守护在四方 凭借着强悍的九品修为 织成了一片剑网 将其余的人护在了剑网之内 不知斩断震碎了多少剑枝 然而人力毕竟有时穷啊 这和当年三十大师在京都外 被乱剑射死不同 今日的京都 有数千数万之剑 如雨落大地 谁能不失 谁能不死啊 剑雨过后 剑炉四名强者身上 已经中了数剑 可是依旧强悍地站在四方 身上鲜血横流 不知道下一刻 这些承袭了四股剑 暴力很易的弟子们 是不是就会倒下 而剑网边缘的河道人 则已经是被射成了一个刺猬 死得不能再死 想当年 这位北齐的九品高手 何其风光啊 而今日在强大的帝国力量面前 正是这样的不堪一击 再强大的个人 在一个兴盛的王朝之前 依然如蝼蚁一般无助 除非这个人已经强大到不像人的地步 比如大宗师 剑狱停歇 浑身是血的狼桃也退了回来 先前他意图护着范贤冲杀而出 然而 终究没有办法突破密集的剑狱 那两柄试魂弯刀 在斩杀两名苦修士之后 依然只有退了回来 他的右肩上还插着两只 深可入骨的剑枝 鲜血流了下来 海棠看了他一眼 狼桃没有转身 沉默说道 陛下有令 一定要让他活着 此时的众人 伤得伤死得死 虽然是可以哼霸一方的强者 然而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无法凝成一股绳 勇猛地突围而出 因为看着沁国朝廷这阵势 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活下去的可能 皇帝平静地看着城下的这一幕幕血腥的场景 沉默片刻后 轻声说道 继续 先前太极殿刺杀结束的刹那 皇帝陛下终于觉得解脱了 压在自己身上的无形的枷锁解脱了 所以他才回复了往日的自信 与从容优雅 有条不紊地开始布置这一切 在大东山之后 不 更准确地说是在二十几年前太平别院那件事情之后 伟大的庆帝 在这个时间 最为警惧的便是那个蒙着黑布的少年和那个消失不见的箱子 而太极殿 庆帝已经将范贤逼到了绝路 可是箱子依然没有出现 武竹依然没有现身 庆帝最后的警惕终于消失无踪 他终于可以确定 那箱子不在范贤的身上 至少现在不在范贤的身上 而老武想必也被困在了神庙里 再也无法出来 皇帝微眯着眼 看着皇城下那些垂死挣扎的强者们 心里却没有什么大的波澜 正如先前范贤所想的那样 大东山上都是那样 更何况是眼下这些九品的小人物啊 皇帝的心里并没有丝毫得意的情绪 因这等小事根本无法让他得意 他只是远远的 静静地看着生死不知的范贤 心里生起了淡淡的疲惫感觉 随着皇城上的军令 包围了整座广场的 庆国精锐再次举起了手中的长弓 稳定的箭矢 再次瞄准了雪地中 那些浑身是血的强者们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刺客 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他们只知道 只要自己手里的箭放出去 那些刺客再厉害也只有死路一条 或许有的军方将领 或许是聪明的军士 有的猜到了小范大人的存在 看到了他的存在 心里有些颤抖 因为范贤在庆国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传奇 可是这种传奇 却马上就要被自己亲手杀死 只要是庆国人 只怕都会有 有所动摇 正如横在钉子路口的叶虫 在建守之后的始飞 在皇城之上的宫典 这三位庆国军方大员 在这一刻的心里都生出了淡淡悲哀之意 然而军令难违 军令难违 所有的军士依然举起了手中的长弓 瞄准了内方 皇帝的眼睛 眯得更加厉害了 然而皇帝没有发现 没有任何人能够发现 在离皇城广场 有些遥远的摘星楼顶上 也有一个人 正瞄准着皇城之上的她 摘星楼 是京都第三高的建筑 本是天文官用来观星象的旧所 只是后来叶家小姐入京 重新在京都外的山上 修了一座观星台 从而这座摘星楼便渐渐废除 除了日常清扫的仆役之外 没有任何人会注意这里 经历十二年的正月寒雪中 却有一个身材瘦小的人 匍匐在摘星楼的楼顶上 一件极大的白色名贵毛球 就这样盖在她的身上 与四周楼顶的白雪一道 掩盖了她身上穿着的那件 轻衣小丝衣物的颜色 这个人隐匿得极好 在风雪的遮掩下 竟似与摘星楼附着雪的楼顶 融在了一处 在名贵白色毛球的前方 有一个冰冷的金属制的管状物 伸了出来 正是那把曾经在草垫之上 轰杀燕小已的重居 白色毛球下的那个人 轻轻地喝了口热气 暖了暖冻得有些僵的手掌 重新将眼睛附在了光学瞄准镜上 调整着自己的呼吸 用真气恢复着自己有些紧张的心跳 将镜中的视野固定在了皇城之上 皇帝陛下的身上 皇城极远 皇帝却近在眼前 这种感觉他很熟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庆云年》 今天这种环境 它也很能适应 因为苍山夜里的雪 其实比今天京都里的雪 还要更难熬一些 毛球下的枪口 微微移动了一丝 做完了最后一次调整 那根手指稳定地 触上了冰冷的金属 一丝都没有颤抖 略停顿了片刻 然后轻轻抠动 咔的一声清响 变成了一声闷响 又变成了一声惊雷 最后化作了撕裂空气的怪异乌声 美丽而恐怖的火花 喷洒开来 摘星楼在皇宫东南方向 约两三里之外 如此远的距离 在漫天风雪的掩盖下 谁都没有注意到远处的那一丝动静 摘星楼上那张白色的名贵毛球 微微一震 枪口伴着烟火发出一声巨响 然而声音的传播速度 却要远远慢于那枚子弹的速度 至少这一刹那的皇宫城头 角楼之前的众人 都依然静静地看着宫前雪地里的那些带死的强者 四周遍野的清军精锐 没有任何人察觉到死神的镰刀已经割裂了空气 用一种这个世界上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 靠近了他们的皇帝陛下 从摘星楼至皇城之上 那极代表着死亡的波动 会延续约一秒多钟 足够一个人眨几次眼睛 然而一直平静眯着眼睛 注视着城下的皇帝陛下 今次并没有注意到 两三里外那片风雪里偶尔亮起的一抹亮光 所以留给这位大宗师反应的时间 已经变得极少极少 当他感应到天地中忽然出现了一抹致命的气息 甚至自己都无法抵抗的气息时 他只来得及眨了眨眼 面色变得惨白 双筒里的光芒一凝一散 身体像一道烟尘般迅急地向后退去 皇帝陛下受了伤 真气消耗了极多 然而在这生死关头 竟是爆发了人类不可能拥有的能量 瞬息间消失在了远地 像一只游魂一般猛的倒行 砸入了角楼之内 书的一声 一声闷响此时才响起 那里高速旋转 没有机会翻筋斗的子弹 就擦着那抹明黄身影的尖头射了过去 在坚硬的皇宫城墙上硬生生地 轰出了一个约有一尺方寸的大洞 身不知己许 青砖硬立在这一刻脱离了本体 以射线的方式向外喷射 就像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除了像一缕青烟般急退的皇帝陛下 城上城下依然没有一个人反应过来 甚至没有一个人发现出了什么事情 因为那一刻 青砖墙上开出的凶猛之花 还在飞溅的途中 棱角锋利的石屑在空气中 似乎保持着静止的状态 与周遭的雪花混在一起 刺在一处 皇帝陛下就此躲过了这一墙 没有 不论摘星楼顶 雪中的刺客是因为什么样的心理的原因 在轻轻抠动手指的那一瞬间 停顿了片刻 从而让这看似必杀的一枪落了空 但紧跟着第二枪便来了 随着第一枪若天雷一般的闷响来了 这一枪 声音才将将传至皇宫前的广场 第二枪已经如影而至 像戳破豆腐一般 在角楼的木门上击破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射入了幽暗安静的角楼之中 世上从来没有被杀的枪 尤其是当目标是一位深不可测的大宗师的时候 摘星楼楼顶雪中的刺客 由于今日京都严禁的关系 所选择的狙击地点有些偏远 他能清楚地算出 子弹在空气中飞行所需要的时间 他从来没有奢望过 这样的一枪便能够击毙皇帝 但他知道皇帝为了躲这一枪 一定会浑身站立 不肯再留半分余力 那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震慑感 一定会让皇帝使出全身的本事 那便是速度 摘星楼顶的刺客 清楚地算出了皇帝陛下躲避的方位 躲避的速度 瞬息间的位移 手指异常稳定的第二次扣动 向着皇帝陛下急退力竭的位置积了过去 他将全部的希望 其实都是放在这第二枪上 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 计算出这么多的内容 并且对于皇帝的选择 得出肯定的结论 很明显 那名刺客很了解皇帝的性情 更了解皇帝对于这把枪 也就是世人所知的箱子的了解和警惧 最关键的是 摘星楼刺客居然能够知道 一位大宗师在生死关头 能够施展出的速度 如此才能准确地算出皇帝最后飘落的地点 难以再次二次飘移的落点 这是无法计算出来的 也是无法求证出来的 因为世间的人 除了那几位大宗师之间外 谁也无法将大宗师真正地逼到绝路 更遑论了解大宗师的速度 除非曾经有位大宗师 曾经亲自帮助那位摘星楼顶的刺客 亲自训练过无数次 眨眼 连一半都来不及完成的时间内 皇帝陛下从先前平静而冷立的情绪中 忽然被恐惧占据了全身 体内无数霸道真气在这刹那尘光里边爆炸而出 面色苍白 双瞳微微地微散 权力一飘 瞬息间从原地消失 撞进一只安静无比的角楼之中 在这一刻 死生从来无比自信 无比强大 从来不知道为妾为何物的皇帝陛下 终于感到了一丝恐惧 一丝对于死亡的恐惧 因为虽然他看不见那道令自己无比动容的气息是什么 但他知道自己最警惧的箱子终于出现了 一声闷爆响 车皇城城头 第二枪射穿了角楼的木门 沿着一条笔直无形的线条 那里杀人的弹头 向着浑身颤抖 狼狈不堪的 刚刚顿着角楼幽静房间后方的皇帝陛下胸膛射去 这一枪太绝了 绝到 算到了皇帝的任何想法 任何举动 皇帝体内的霸道真气 已在皇宫城头炸成一道无形的气流 此实体内一阵虚无 哪里可能在瞬息间再次做出如仙媚一般的躲避动作呀 更可怖的是 第二枪连绵而至 中间竞似没有任何间隔 当皇帝察觉到如波浪蓄来的那道适魂气息的时候 已经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然而摘星楼上的刺客 算到了种种种种 却无法算到 皇城脚楼 皇帝陛下身后的幽静房间 其实并不幽静 里面站着很多很多人 十几个沉默的 似乎连呼吸也没有 像幽灵一样穿着铠甲 举着后缸盾牌的人 这些人似乎在这个幽静的角楼里边站了无数年 从来没有改变过姿势 封住了四面八方摄像这间角楼房间的可能 三年前京都叛乱的时候 城上城下一片血一般的杀戮 可无论是范贤还是大皇子 都没有发现这个房间里有什么异样 那时候这些浑身着假的 持顿幽灵在哪里呢 难道这些看上去像是 漠然占了无数年的持顿者 就是皇帝陛下为了抚平内心那抹恐惧 从而布下的最后安排吗 这些占了无数年的持顿者 此生唯一的使命 就是要替陛下挡住那个箱子 射出来的夺命的子弹吗 可是 这些铲子内裤的金刚盾牌 怎么可能挡得住那个世界上最强悍的火药杀器呀 这是内裤女主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屠龙刀 最后的天子剑 她留下的其他遗产 怎么能够抵挡啊 没有人能够看清楚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只是站在皇帝左手方的那个持顿者颤抖了一下 他手中 双手紧紧握着的钢盾上面 蒙着的灰尘颤抖了一下 紧接着盾牌之后的皇帝陛下 颤抖了一下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颜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庆余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